基隆一名小吃店小姐 日前工作时去上厕所 却被常客趁机偷走包包内的现金 小吃店女陪司表示 偷钱的谢信男客是她的邻居 也是小吃店的常客 所以非常的信任她 没有想到四号晚间 谢信男子趁着女陪司去上厕所 偷偷摸摸 把她放在椅子上的包包打开 取走了一万六千元的现金 结束后她才发现 今天赚的钱都没了 立即调阅监视器才知道 下手的就是常客 立刻到警局报案 崩溃表示再也不信任客人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两千三百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